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 19号在立法会宣布通过 连立法会主席都破例投票 89人全体投赞成票的画面 乍看仿佛中共党内投票在线 在北京当局压力下 只用将近50小时 就完成181项条文 及其他相关修订的审议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让香港可以有效防范制止 和惩治干调活动 立法中明定 叛乱 叛国 商货武装力量叛变 可被判终身监禁 煽动意图罪更定义广泛 连引起居民对政府的憎恨 引发不同阶层间敌意都算在内 发布据煽动意图的刊物 或持有煽动文件 还可能被判7年及3年徒刑 境内团体跟外国组织联系 可能被判14年徒刑 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国家安全 不管是下跌 不管是什么 我们都不介意 但外国企业媒体界一律四起 恐怕还会加深媒体自我审查 侵蚀港人自由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也表示 这将进一步重创香港自由与权力 来自加拿大 德法等国 将近80位议员 前官员 摄影人士 都发声谴责 要求撤销国安法 随着法律23号将生效 港人自由再被进一步侵蚀 新新闻 叶宜文 朱嘉玲 报导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